今日网傳本分局轄區南圍公路的草埔隧道 在去年12月23日通車之後又行封路 也引發網友的討論 造成用路人及相關的公路主管單位的困擾 警察草埔隧道在通車之後 並未有封閉道路的情形 网傳的訊息顯然跟事實不符 本分局也經過公路機關的一個公告聲明 據以報請屏東地檢署來指揮偵辦 並依法通知散佈訊息的男子依依傳訊到案 在詢問之後是否涉及選罷法刑法 以及社會秩序回復法等罪嫌 本分局在調查之後 一併引請屏東地檢署持續偵辦 近期網路上在謠傳 南迴改草埔隧道自從通車之後 即有道路封閉的狀況 那本分局在此澄清 草埔隧道至23日通車至今 都沒有道路封閉的狀況 往來屏東及台東的民眾 均可以放心的使用草埔隧道來通行 另外在這邊特別呼籲民眾 千萬不要在網路上散佈不實的謠言 以免出訪 以免出訪 及其他人身散佔隧道 疏忍 均等 西藍